我后来给了她一个头绳嘛 那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吗 所以我就给她 我让她戴上 以后天天都戴上 说不定我有用了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本来高高兴兴的 因为我当时没戴头绳 就给她 是不是那会儿就是 女生把自己的头绳给男生 然后男生就戴在这个手腕上 宣誓说我是有女朋友的人 是这意思吗 对 就那种 然后第二天她就没戴了 当时我也跟她解释过了 我是前一天晚上洗了澡 然后把那个头绳给放脱上了 因为第二天出门太着急了 然后头绳就忘了 你怎么上厕所不能忘 吃饭不能忘呀 你头绳在你就不戴了 我就那一次没有戴 她就给我一直扯着 那件事情不放 后来不也戴了吗 后来戴了吗 没有了 我说了以后 她就觉得我很无理取闹 她就不戴了 姑娘那我想问一下 那像我这种短头发的 我该给男生什么呢 也是头绳 那我不用扎头发 不是让你扎的 就是一个头绳 就是一个意思 相当于结婚戒指 就这么个意思 对 是吧 我离别的对吧 就是一个意义 就是反正她没戴了 是吧 对 她就没戴了 她根本就不在意我 行行 她只是不在意一根头绳而已 来来来 她真的不在意我 就有天中午 我说我饿了 我要吃饭 她也知道我平时饿了就得吃 不然我得手脚发冷 还得流冷汗 然后她说好 然后我就在寝室等她 等了她两个小时 当时我都饿到身上一直流冷汗 我当时给你解释了 我起床之后 寝室里边洗澡是需要排队的 而且我到了她寝室楼下的时候 也跟她道歉了 你那个算道歉吗 她就发了个表情包 当时我就气啊 我就说那我不饿了 我不想吃了 她说那不饿了就不吃吧 然后就走了 她就走了 她那一天之后就一直没有给我说话 然后晚上我是有兼职的 平时她都要来接我 那天我想着就算我们吵架吧 应该也会来接我 毕竟已经小事而已 然后我就一直等 后来就下雨了 下雨了 我就给她发个消息 我说下雨了 她回我一个 要我来接你吗 就你不应该来接我吗 我真的不该对你有太多的气望 我也不知道你当时 给我发一个下雨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问一句 我也怕到了她那之后 她还是不高兴 那我岂不是这脸贴上冷屁股 你来了我就不会不高兴了 你碰到这么个男生 你都这么主动了 你就直接一点 你说我饿来接我 她就买了东西也买了 人也来接你了 不就行了吗 哎呀 但是一直都是我在主动呀 就是我们不管是吵架 还是冷战 都一直都是我在主动 我也是个女孩子呀 我就想她主动来关心我 我也关心她 就是我平时不太爱表达 可能表达得不对 那你用行动吗 她老是老是给我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她特别喜欢在游戏里面叨叨队友嘛 我就说你不要在那儿念了吧 玩游戏开心而已 没有必要 那队友本来就菜啊 而且我当时在里面 我只是说了两句 这个我其实能理解 有些人玩游戏真当真 你知道吗 她说其他队友还是说你啊 她说其他队友 就一直说 然后会弄得就别人心情不好吧 然后我就让她别说 然后呢 她还是要说啊 她就不愿意 那后来我不是写了检讨的吗 她又不是主动写的检讨 是我要她写的 她是勉强的才写的检讨呀 真写检讨了 你带来了吗应该 按你的性格 带来了 吵架本都带来了 我们看一下检讨 我看这男孩写 居然没有手写 这很不认真的 对吧 周琼老师是手写检讨吧 这个业务你应该比较熟 给自己挖了个坑 先给老婆大人的检讨书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老婆大人要我陪她 打王者荣耀游戏 我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反而在游戏里骂骂咧咧咧 写的文采可以 这是发自内心的吗 是她让我写的 是我逼她写的 我就说你不写 我就不和你在一起了 喜欢这姑娘吗 我喜欢 喜欢就是你自己说的 不会表达是吧 对 你要喜欢我 你为什么从来朋友圈 都不会发我 他朋友圈从来都不会发 关于我的消息 他发谁呢 他发他自己的 他去什么旅游玩了 然后叫发 然后什么 不是你们俩一起去吗 不是 这个恋爱谈的 对他从来不发我 我不爱发朋友圈 我不喜欢把我的东西 给公布到外边去 那你三年了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你才发了两条关于我的 还是我逼你发的 那我最后也发了呀 就你上次要去北京实习 那我们都要异地恋了 我想着他异地恋了 就会主动发 关于我的朋友圈呗 他要发了朋友圈的话 别人给他点赞啊 什么的都会想到我 那我多幸福呀 但是我们当时已经 看完电影 吃完饭都大晚上 九点左右了 你还没发朋友圈 我那次是想发的 我准备晚上回了寝室再发 当时是跟他朋友 一起去吃了饭 然后他自己 就因为这个事 就突然就生气了 然后自己就走了 我一个人跟他朋友在那 你知道我当时多尴尬吗 不是我突然生气的 是你突然生气的 我只是跟你说了 我说要你发朋友圈 你在那不高兴的 然后假装要走 你还不来拦我 是我朋友把我带回去的 那你给我面子了吗 你网块一丢 然后书包一拿 你就走了 当时我也生气呀 你气啥呀 我又不是不发 我是准备晚上再发 晚一点再发 然后他一点 他这个早发和晚发 迟早要发 没啥不早发 他也没给我解释的机会 直接就给我生气了 然后当时后来 我也就生气了 后来他就去出差了呀 然后就因为这事 他那几天都不理我 他特别喜欢冷战 然后当时我也是好巧不巧 就登录了他的那个游戏账号 然后我看到他和另外一个女孩子 在打游戏 打到了两三点钟 晚上 当时解释了 那是我老师 我当时去那个公司实习 是他带我入门的 那天晚上是因为我们没事 而且我们也没说约着出来 什么坐在一起玩 就自己在自己房间玩一会儿 而且我们就玩了那一次 你知道我看到你那个 和其他女孩子打游戏 打到两三点的时候 我是怎么想的吗 我当时我气得我手都在抖 我白天得上班啊 我得工作 好 你白天没有时间陪我 你晚上要陪别人打游戏 你还是没有时间 你从来都不给我主动发消息 从来都不给我打电话 我不委屈吗 我当时看到你跟那个女孩子 就是说打到两三点的时候 然后我在床上我都睡不着觉 然后我就做了个梦 我梦到有个女孩子坐在你腿上 和你一起打游戏 然后我当时我哭了 我在梦里 然后我室友也被我哭醒了 就问我怎么了 然后他又不喜欢我 把我们之间的感情告诉别人 我就打碎了牙往下咽 您说他是不是想的太多 他连做梦的事都能赖到我头上 人家可没赖你啊 人家是因为你不陪人家 陪其他的小姐姐去打游戏 可当时我跟他解释了 那你为什么晚上要陪别人打游戏 不给我打电话呀 他从来都不主动给我打电话 从来都不 我室友他男朋友 是一个比他还要不会说话的人 但是人家每天晚上 都会准时准点地给我室友打电话 我特别羡慕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主动接到过 他给我打的电话 然后就因为这一次我给他说 想要他主动给我打电话 他不给我打 就因为这个事情 他又给我冷战 这一次冷战了七天 他七天不给我说一句话 我每天都在等着 他给我发消息 他来找我 但是这七天他没有一次来找过我 然后第七天的时候 是我生日 我就想着不管怎么样 就算我们平时吵架 但是我们没有分手呀 你总得过生日的时候来找我吧 但是他还是没有 你干嘛去了 我觉得他如果要我去找他 可以提前跟我说 你前面说的我还能信 你说到这儿就没劲了 人家过生日 你哥们过生日 不招呼你关系好的 哥们生日咱咱拒绝 这没劲了吧 当时我就是 我觉得如果我去找他 他还在生气 怎么了呢 我怕造成二次伤害 对谁造成 对你造成二次伤害 对他 因为如果还在生气 我过去找他 那岂不是 惹他更不开心 他生气是因为你不理他 你理他 他为什么还生气呢 不是 原因不是这样的 那你哄哄他就怎么了 行 我就是很委屈 后来你叔叔怎么过的 后来我跟我朋友去喝酒 然后我当时喝醉了 我朋友给他打电话 他来接我的 反正他要是我 我朋友没给他打电话 他连我晚上喝醉酒了 他都不会来 后来我不是跟你道歉了 也给你补了生日礼物 我给你补了生日快乐了 我要你给我补的那个礼物吗 你补就是给了我一发掌 再给我一颗糖吗 我要你给我的生日礼物吗 我在你二十二天生日的时候 我给你准备了二十二件生日礼物 二十二张生日课卡 都是我亲手写的 都是我精心给你准备的 但是我生日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呀 你连一个生日祝福都不给我 这个终于这个 呐喊出来了 爆发了 也就这样了吧 你的这个恋爱屈辱史 也就屈辱到此了吧 还有更屈 他在他父母面前 他表现的都是他不爱我 你们双方还见过父母了 对 我去你家做客 你把我晾在那儿 一直都没有给我说话 七八个小时 一句话都没有给我说过 你也不把我介绍给你的父母 也不把我介绍给你们家的客人 不是 那您是怎么进的门啊 就是没有介绍反正就是把我领进门以后 然后就自己去房间里面玩了 那你在哪儿 我在客厅 自己坐着呀 对 他爸妈呢 他爸妈在厨房 叔叔阿姨叫了吗 我叫了 那叔叔阿姨是个什么反应呢 也没啥反应吧 就做吧 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的 我当时是因为我心情确实不太好 不是他去你们家你心情不好 为什么 我心情不好是因为我跟我父母当时闹闹矛盾 他要去你们家你跟你父母闹什么矛盾 当时我本来想就是让我父亲把那个车子给我开 然后我父亲不让 他说我在学校没怎么开过车就很危险 但是我觉得接他会方便一些 然后我就跟我父亲闹上矛盾 你真是个孩子 就一只女朋友就晾在那儿 吃饭吃了吗 吃了 但是我当时是不想吃的 因为所有人都没有理我 就我一个人 他也不理我 当时他也不是很礼貌 就吃完饭嘛 他一个招呼也不打 一声不吭 自己就走了 我觉得他寒养已经不错了 还能坐着把饭吃完 你知道吗 行吧 你把那日记本来拿给我看看 我看看日记吧 不知道 听得也听不下去 大屏幕上 投了是吧 我不知道说什么 把我在他家晾了八个小时 不理我 他爸妈亲戚全都看出来我们的异常 不关心我的感受 不询问我的想法 从下午两点到九点 争吵时摔我的手机 骂我凶我 我想离开不去吃饭 拉着我上了楼 我得笑脸相应 因为他们是亲戚叔叔阿姨 可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好不住 我觉得我该和他 我觉得我该和他分开了 以前再开心真的抵不过八小时的失望 失望透顶 今天为什么来啊 我觉得在这一段感情中 一直从头到尾都是我在主动 我觉得我有时候太卑微了一些 其实我也还想继续 但是我忍受不了他对我这么冷漠 所以如果他能改变的话 我还是可以和他继续下去的 你的意思是说让老师们帮他改变是吧 对 居然不是说你改变分手 而是让老师帮他改变 如果可以的话 你怎么个想法小子 我本来是没有想分手什么的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因为我一直都是因为他那些脾气 所以才会这样做 其实你还不是真的不懂不明白 而是因为你觉得他脾气不好 你再用那个方式来跟他置气 或者惩罚他 是这个意思吗 有这个意思 我觉得我自己改变的也挺多了 为他 以前我是根本不可能写什么检讨书啊 道歉啊什么的 就你已经觉得我都在委屈求全 你还想怎地 是这意思吗 行了各位老师 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来来来 向他老师 女生 你对男生就是高标准言要求 我们说如果这个男生爱你 你对他高标准言要求 就按您的那套标准 都不一定能完全答得到 更何况一个不爱你的男生 很清楚啊 爱你的人生怕给你的不够 不爱你的人生怕你要的太多 你永远活在自己的意想当中 你想着这个男生多爱你 然后你想着他应该会怎么样 应该会怎么样 面对现实吧 该醒醒了 就算找到一个爱你的人 爱情也不是生活的全部 好 就算找到一个爱你的人 也不要用那套标准 来要求你的爱人 不要用你自己幻想出来 爱情的模样 去要求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 先爱自己 先对自己付出 生活当中是有很多内容的 不是只有爱情一个主题 没有爱情 女人依然可以活得很精彩 爱情只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希望你先好好充实自己吧 谢谢 好 谢谢善达老师